大家好,我们的专题是韩馆新世界 台湾因为特殊的地理环境、地震、风灾特别的多 像是之前的921大地震、乌莫拉克风灾 都是令台湾人非常惨痛的经验 我们特别到陈寿921之谷的南投县中疗乡进行探访 他们告诉我们,在伴永久性住宅完工前 他们通常都是先被安置在学校礼堂或者搭帐篷等等 那我们就想,这些灾民已经失去家园了 还要像是集中营一样被集合在一起 一点隐私都没有 而且灾后人心惶惶,治安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所以我们才想说以家庭的模式来经营 会有更有安全性 而且韩馆还有优点就是它生产很快速 因为这些韩馆早就生产好了 放在工厂 当灾害发生的时候就可以立即装上家具 送至指定处来使用 前后不超过5天 另外,韩馆呢 它可以依据家庭人处的状况不同 或者是成员间的喜好等等 去做一个不同的设计 排列出你想要喜欢的那种形状 以及组装些你喜欢的设施等等 这是室内模型 我们在两边的上下装百叶床让空气流通 地板下面夹木炭吸附石器 门板采用PC中空板 采光良好又不实隐私 雨遮使用可老式太阳能板 不但可以遮雨又可以吸收阳光 作为紧急照明及用电 白天则以光导管作为鼓墙 我们的高是240公分 扣掉地板高度是225公分 长度是300公分 440公分 平凡不除致 420公分 我们的工程是440公分 加热地板高度是440公分 有注写后 540公分 约490公分 初一官吕 425公分 426公分 全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很高兴我们能参加这次的专题制作比赛 从初赛、复赛到决赛我们也都尽了很大的努力 也感谢各位朋友还有学校老师的协助 我们才能拿到第一名 真的谢谢大家